乌克兰武装直升机来回穿梭到了夜晚 还有更多的战车直奔哈尔科夫战火最前线 沃尔陈斯克地区 这里从10号起就被俄罗斯狂轰滥炸 乌克兰记者沿途直击农烟飘散 还有士兵形容这里像是地狱 短短一个多礼拜哈尔科夫被炸毁的建筑不断上升 周日俄军再使出双击招数攻击湖滨度假区 企图制造更大死伤 俄罗斯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另辟战场 为了达成目标 俄军也加强使用航空导引炸弹 从战机远处轰炸哈尔科夫 根据统计 俄罗斯光在4月份就投下了3200枚航空导引炸弹 为乌克兰多地带来难以想象的破坏 部分型号相当能炸出九层楼深的单坑 逼得上千哈尔科夫居民陆续逃离家园 乌军也认了俄越从阿夫迪夫卡撤退 也与这种攻击手法有关 加上哈尔科夫紧邻边界 又更有利俄军使用这种攻击 因为炸弹飞行的时间最短不到70秒 雷达侦测的光点很快就会消失 为了加强使用航空导引炸弹 乌克兰发现俄罗斯悄悄在边境地区 贝尔哥罗德打造新机场 甚至已经铺好跑道 不过乌克兰也没有坐以待毙 继续派出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 画面拍下无人机慢慢飞低攻击 精准锁定相同的位置 希望重创俄罗斯经济命脉 乌克兰此时此刻得同时应付 东北部和东部多条战线 专家认为兵力问题还是最大挑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直到4月才真正签署将征兵年龄下修到25岁的命令 目前已陆续有入伍的新兵加强特训中 只怕这些还不够 乌克兰传出也打算允许部分的囚犯兵上阵场 俄乌战争拉长使得乌克兰完全无法举行大选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原本在520这天任期届满 但还是将继续率领国家对抗俄罗斯 尽管两军战况陷入胶着 但乌克兰人普遍还是支持泽伦斯基 军事专家分析 俄军在哈尔科夫的展破 还无法达到建立缓冲区的目标 乌克兰也宣称稳住情势 重新控制住沃尔斯克60%的地区 也新闻送不到